很高兴今天跟大家进行第一节课 唱歌的呼吸 首先我来讲一下 为什么唱歌的呼吸需要学习呢 在我们的这个PPT上有写到 为什么唱歌的呼吸需要学习呢 那是因为我们生活的呼吸呢 是不需要刻意的去控制的 首先你跟别人说一句话 你不会刻意的对他说 你等我吸一下气吧 等我先存好气 等我先慢慢的均匀吐出来 等我练一下 我再跟你讲吧 不会有这种状态 因为呼吸是我们天生的本能反应 如果不会呼吸 我们就会死掉对不对 既然我们天生就会呼吸 为什么唱歌还要学习呢 那是因为唱歌每一句都会有长有短 如果我们不去控制的话 它就会很快没气 一句唱完就很容易没气 所以唱歌的呼吸也叫有意识 有控制的呼吸 但是生活中呢 你说一句话说得很长的时候 你自动的会去呼吸 所以唱歌的呼吸跟生活的呼吸 是不一样的 简单来说唱歌是需要控制气息 说话不需要 学习好呼吸 我们首先要知道气是怎么来 很多同学都会在很多地方都知道 我们唱歌的气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气是通过呼吸器官吸入空气 进入到肺部 再从肺部呼出来 那肺部呼出来 它会经过声带 冲击声带震动发生 所以声音是这样产生的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气流 呼出来 经过声带的震动 才能发出声音 所以呢 气是声音的动力之一 我们练气 要把它练得均匀 才会运用在我们的唱歌上 那么唱歌呢 我们是需要了解什么呢 既然说到呼吸 我们就很有必要了解 我们身体解剖学 跟唱歌有关一切的呼吸肌肉群 那么PPT显示的图案呢 是我们唱歌很重要的一个 呼吸肌肉群 也就是四个部位 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 第一个部位 就是我们的肺部 肺部长在哪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胸口的背部 那肺部呢 它是由我们的肋骨去保护的 为什么要说到肋骨 因为我们在吸气的时候 会影响到肋骨 肺部到肋骨 然后再到横隔肌 肋骨的中间有横隔肌 横隔肌的下方有腹肌 所以呢 同学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横隔肌 跟腹肌是不一样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区分清楚 好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我们唱歌的正确 吸气吐气是怎么样一种状态 相信很多同学都没有看到过 我们的身体在吸气吐气的时候 发生了什么样的反应 首先看到左边的图 在吸气的时候 我们的肺部会充满空气 紫色的部分就代表 我们的肺部 因为吸入空气而扩张 就变大了 它变大呢 会影响到什么呢 影响到横隔肌下降 横隔肌就是红色的部分 横隔肌下降会影响什么呢 横隔肌的下方 有你的器官 大肠小肠 什么胃啊肾啊都在那儿 因为影响到你的器官把它压下去了 所以让你感觉得到 我吸气的时候觉得肚子好像撑开了 其实不是因为我们的气到达了我们的肚子 而是因为肺部的扩张和影响到了其他的器官发生改变 当我们吐气的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右边那幅图 当我们吐气的时候呢 可以看到横隔肌红色的部分 因为往上升 它直接影响到肺部的气呼出 所以呢那些大肠小肠肾啊胃啊这些就恢复到了原来的位置 所以呢吸气横隔肌它会下降 吐气横隔肌会往上升 但是你的气始终是在肺部里面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3D的动画图片 可以清楚地看到肺部是怎么样去呼出气流 我们看到这部分呢 我们的这个肺骨里面是有肺 所以呢吸气的时候呢 这个肺骨它会往外扩张 我们的这个肺骨中间有一个英文单词代表的 一块肌肉就是叫横隔肌 我们的横隔肌呢 它是干什么用的呢 它是在哪个部位呢 其实我们刚刚已经看过 横隔肌离我们的肺部最接近 也就是说横隔肌是可以控制你肺部的气息 也就是横隔肌是直接可以影响你肺部的气的 当气流进入肺部的时候呢 我们的肺骨会往外扩张 所以大家看到白雾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气进入肺部的状态 所以我们看到刚刚有一个动作是肺骨 恢复到了原来的位置 所以呢气就吐出来了 也就是白雾在肺里面呼出来了 启器扩张 吸气扩张 启器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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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现在我们从头到尾再看一遍。 多量的温柔 持续细径的温柔 来自öz细度的温柔 为防温柔 细节温柔 吸血管量和体温柔 细度 膨脹的膨脂量用墙量温柔 细度 温柔 细度 温柔 细度 重量的温柔 细度 温柔 细度 温柔 细度 启 细度 缀 细度 增 细度 温柔 细度 放出 维细度 加息 绿度 细度 温柔 细度 细度 的温柔 细度 温柔 细度 细度 症度 我 这个视频有可能有部分同学还看不明白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只要了解我们这个唱歌的吸气吐气 在外面看起来摸起来是怎么样的状态 先去了解这个部分 所以现在我们先去学习唱歌的正确吸气方法 唱歌的正确吸气呢 首先我们的口夹笔要一起吸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状态 大家看一下 我示范一个对的还有错误的 口夹笔微微张开 就像文化箱一样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声音的 有声音的是鼻子吸入空气的地方 但是我发现有些同学有可能会做成这样 这不对 请大家跟我做一遍 口夹笔一起吸 像闻花香 像闻气味一样 吸气 吐气 吸气 吐气 好 现在第二种方法 只用鼻子吸 鼻子吸嘴巴是闭上的 只需要鼻子吸入空气 所以呢 我们在吸气的时候只用两种方法 第一个口夹笔 第二只用鼻子 好 有同学可能会问 老师 那我选择哪一种呢 接下来我们会慢慢讲解 首先我们要做对吸气的方法 第二部分我们在吸气的时候 肩膀胸口一定不要抬起来 吸气的时候呢 我们的胸口外扩 这样是正常的 但是 整个身体往上就是不对 我们把注意力放在肋骨还有腹部 所以现在大家看一下 我的手摸的地方 左手摸肋骨 右手摸腹部 所以大家看到我两个地方是不一样的位置 两个地方不一样的位置 好 现在呢 大家先听我讲解 看我做一遍 我弯下腰45度 大家可以看我手上的这个位置 我手上的位置 我摸的左手是肋骨 右手是腹部 在吸气的时候呢 它会同时往外扩张 大家先看我做 先不用做 我数一二三 吸气 一二三 吸气 好 扩张了 吐气的时候凹进去 为什么会凹进去呢 因为我制造了一个往下压的力量 再次吸气 吐气 在吸气的时候呢 我们的后腰也会有微微的扩张 在吸气的时候 我们的后腰也会微微的扩张 所以现在呢 同学们可以跟老师一起做一下 建议同学们 目前在初学的时候 弯下腰45度 做凳子上去练习 我们可以看我们这个图片 做凳子的三分之一 看一下是什么概念 所以现在同学们可以找一张凳子 做在凳子上 然后呢 弯下腰45度 左边那幅图就是做凳子的三分之一 然后弯下腰45度 好 现在同学们看老师的动作 跟着老师一起练习 左手放肋骨 右手放肤部 好 一起练习 弯下腰45度 吸气注意力放肋骨还有肤部 口鼻打开一起吸或者用鼻子肩膀胸口放松 一定要弯下45度 我数一二三 大家跟我一起来 一二三 轻轻吸气 好 吐气 再吸 再吐 再吸 再吐 大家可以看到吸气的时候像个圆柱体一样外扩 吐气的时候呢 因为把气全部吐出来 所以它们恢复到原来的位置 并且缩进去的感觉 肚子也会缩进去 好 在练习的过程呢 我们通常会遇到什么样的错误的情况 现在由我跟夏夏老师为大家讲解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夏夏老师的动作 大家来评判一下 它有什么样的问题 首先第一种情况 大家认真看啊 好 请大家说一下 它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有同学说手没有放正确 其实手呢 是无关紧要的 老师为什么放左手跟右手 是为了大家区分我们的肋骨跟我们的腹部 对 第一个 抬肩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当你在练习的时候 可以对着镜子看一下自己有没有抬肩 通常呢 在初学的时候 自己抬肩是不知道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好 第二个 看看它有什么样的问题 好 现在大家说一下它有什么样的问题 呼气反了 没错 扁肚子 缩肚子 对 没有错 大家都回答正确了 就是它在吸气的时候 吸气吐气呢 它的肋骨一直是收缩的 就收缩的状态 它没有扩张 就一直在收缩 好像跟肋骨跟肚子没有关系 好的 第三种情况 大家看一下 好 同学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呢 它的错误是很细微的 也就是说 它只做对了一部分 看看同学们能不能回答出来 它有什么样的问题 好 我们的小半同学 观察的非常的仔细 小半同学 它的问题是 肋骨没撑开 同学们 它刚刚的动作是 只有肚子撑大了 但是肋骨没撑开 不要忘记 我们一定是由 肋骨先有反应 才导致的肚子撑大 而不是直接把肚子撑大 一定要记住 好 第四种情况 请看 请同学们说出 它有什么样的错误 班晨思言说 它故意压肚子 这个说对点了 好 我来讲解一下 我们谢谢我们的小夏老师 非常的困难的 做出错误的示范 好 首先呢 小夏老师的最后一次 错误的示范 是什么原因呢 大家请看一下我 我发现 有一部分同学是这样的 吐气的时候 他会用手 把他的肋骨中间的地方 还有腹部给摁进去 大家看一下我 吸气 其实呢 我们吐气是不需要 任何的外力的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 把你的手 用这个地方给摁进去 这样会很辛苦 这不是正常的吐气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 犯这样的错误 现在请同学们 跟我再练习一下 吸气吐气的动作 记住关键 弯下腰45度 口加鼻 或者只用鼻子一起吸 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发出这种声音 如果你是 真正的把空气吸进去 是 是鼻子通过气流 好 弯下腰45度 肩膀胸口完全放松 像驼背 就是驼背 很累的感觉 不要挺胸 然后呢 左手摸肋骨 右手摸腹部 我数一二三 大家一起吸 一二三吸气 一二三 吐气 再吸 吐气 吸 吐气 吐气 呼 lavender 痰 angry